今天晚上就不应该把这个腐锅做出来 都是腐锅惹的货 你的小白果来炖地树是吧 住手我快没啊住手快救我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玩BTW笔篮毫整个包 上期视频我们为了得到种子来到沼泽地形挑战女巫 最终呢女巫的小巫也翻了女巫也拿下了 种子我们却没有得到 肯定是不能空手而归 沼泽地形简单探索一下 这里的煤炭和铁矿还是非常多的 只不过这次出来稿子没有带多少 可能挖矿的话也挖不了太多 所以我和粉丝准备把这把稿子直接给它挖费 然后我们直接回家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主打还是一个探索矿冬 听说呢在这个生存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物品叫腐锅 这个腐锅的主要作用就是烧肉 至于原理嘛就是一次性可以烧制更多的肉 所以这期视频的主要目标呢也是腐锅 喜欢比较好这个生存的兄弟们呢 咱们千万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 点赞超过2000我立马更新下一集 感觉探索这种矿动物好像也没啥可说的 看似非常妖娆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危险 偶尔来一只小蜘蛛我大宝剑在手我还能怕它 更何况我都不屑于用我的大宝剑 我还怕浪费我的耐久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就说了 如果不来蜘蛛来个苦力怕怎么办 是在这个生存中呢苦力怕是非常烦人的 但是呢我也不怂他 卡各位往后走苦力怕一爆炸咱们啥都有 是不是就得这么轻松就得这么简单 镜头一转咱们再看这里兄弟们 有一个蜘蛛的刷怪龙 这个生存中 线对于我们来说呢前期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你可不要妄想 找到的蜘蛛的刷怪龙就可以拥有大把的线 事实告诉我们 这里的蜘蛛好像不掉线 宝子的耐久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往回反 回基地的路上呢发现了裸裸的铁矿 旁边的小矿洞呢 我们要进来看一看又发现了铁矿 总而言之 严而总的铁矿是非常多 可是再多吧 他也是折磨人 毕竟他烧制出来之后 它是一个铁粒 之前晒的砖总算是好了 现在我家里五个砖炉肯定是不够烧啊 一天一夜烧制三个铁粒 我们这猴年马月才能做出俯国呀 再加上这个天气变化无常 晾晒石砖也是难上加难 好在我们旁边就是沙漠 在这里晾制呢不怕雨林 但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挂机 刚好这次来沙漠呢 我还准备去一下村庄 上期视频呢我不是说了吗 在村庄有可能得到种子 有了种子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食物问题了 所以在沙漠里的两个村庄 我准备给它看一下 万一我运气特别好 能找到种子 这多是一件没事 利用了一天的时间 赚了两个村庄 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所谓的种子 不过呢在沙漠做了一碗 也是管用的 最起码我们晾晒的砖块终于是好了 这些砖炉呢 我并不想放在我的基地里 我把它直接放在了我的第一个庇护所 以后这个地方 就将是我们的一个大型加工厂 先把醋贴给它烧上 虽然这次只合成了三个 但是我们这一碗上呢 就可以至少做六个铁粒的 更何况我们的沙漠里 还有这么多石砖 没有晾晒好 又在沙漠挂地一天 回来又合成了两个砖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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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